Coach 上課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蘇安波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投籃的基本動作 那首先其實我們投籃如果你要投得準 除了你的動作要有正確性之外 那再來就是你秦嘉瑜練習 我今天示範罰球的練習 其實罰球是一個訓練你的專注度 還有你訓練你投籃動作的一貫性的基本動作的開始 那我們大家趕快來挑戰看看吧 我們要怎麼樣提高我們的罰球命中率 那第一個投籃你的姿勢動作是否正確 那第二個你投籃的穩定性跟持續性 那第三個就是透過不斷的反覆練習 那第四個我認為也是最關鍵的 就是你在訓練罰球的時候 你要增加一些比賽的抗壓力 以及比賽的張力 我們可以看很多籃球比賽 在關鍵的時候 罰球一翻兩瞪眼 進了進入延長賽 或是進了帶走比賽勝利 沒有進最後輸球 所以當兩隊比賽呈現白熱化的情況之下 罰球往往會成為比賽勝負的分水嶺 這邊提供一些罰球的提升比賽的抗壓性的方法 以前我們在球隊訓練的時候 球隊如果有十二個人 十二個人在訓練罰球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輪流上來再罰球線 連續罰進兩球 第一個人沒有罰進了 全隊折扳跑一趟 第二個人罰球如果沒有進 就折扳跑兩趟 那以此類推 做到第十一、第十二個人 往往都是球隊中的主力 如果兩罰都進 全隊就可以休息 如果有一個人一球沒有進 那就要折扳跑十二趟 你可以想像 全隊看著你 罰最後那兩球 就如同比賽的模擬環境 我們正式比賽的時候 現場很多球員很多觀眾 看著你 屏息以待 看你投進那兩球 進了 贏得勝利 所以你可以知道 那個壓力 罰球除了練習 你的投籃動作正確性 然後你的 出手的動作的連貫性 以及透過反覆的練習 最重要的就是 你最後投籃的 心理抗壓力 是可以透過訓練一些 模擬的情境 來提升你的 投籃穩定性 跟命中率 以上我跟大家分享 一些 以前我在球隊 你要如何提升 你罰球命中率的一些方法 供大家參考 可以嘗試看看喔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 或是分享 按讚 我今天的罰球 連續投進是23球 歡迎大家來挑戰 Coach上課了 我們下次見喔 拜拜